从现在开始不许提钱好不好 我不提了 我就33块钱不提了 33也别提 说你 不行了 我呀得给他放点音乐 咱们呀一边聊天 一边听音乐好不好 这点好 啥33块33块 有啥意思 你不不让提吗 你咋提呢 我不是故意的 巧合嘛 巧合 没事 咱们再找一首啊 不许提钱了啊 都不提啊 不提不提 不不提 有了 我转钱了 把钱了 谁呢 谁呢 嗨啼 嗨啼 不听音乐了行不行 对 不听了 不不提了 哎呀 落点什么呢 哎 他是不是喜欢咱家小米粒 对啊 那我找点爱情歌曲不就完了吗 找去 对 哎 小圈 听点爱情歌曲 然后 你自然而然 就能说出 藏在内心当中 很久的三个字 哎 没点钱 不用说那话 告诉你别说钱别说钱的 你烦人表白 表白懂不懂 来 好想认识你 从上辈子 多好啊 上辈子就认识你 每天晚上有我陪着你 每天晚上都陪着你 含蓄 在此刻 我要告诉你 来了啊 表白了啊 没有钱你会爱我吗 简单的 哎呀 别哭了 别哭了 行了 我给你说件重大的事吧 就在我来之前 刚刚我们经理罚了我3000块钱 啊 你们看出来了吗 没有 我跟你们这谈笑风争 钱有啥用 钱丢了 咱们再去挣 对 对不对 如果发生在你身上 3000块钱 是不是又上吊了 小姨父爷爷 我跟你说 你听我讲完道理 是吧 生活有时不易 但是 它总是出其不易 你失去了钱 说不定从另外一个地方 又得到了 对不对 小姨父爷爷 你说的 你说的有点道理 我好好想想啊 想想 想想吧 真够三千啊 没有 我骗她的 那你太厉害了 有一位爷爷 我想明白了 钱乃身外食物 没来再赚 太对了 我来电话了 我希望 你想通了就好 经理啊 是 对 我今天去办事 开着咱们公司的车 哎呀 你不知道 那公司里面的车位都停满了 我就停在咱们公司门口了 什么 断了 屁股上撞了一个大坑 气都掉了 不是 我不是故意的 骗啥罚我三千的 不是 哎呀 我说 小姨父爷爷 你们公司不罚了你三千吗 你不说没事吗 明明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哎 罚我菜是不是 哎呀 哎呀 人家小姨父刚才说罚三千 那是为为为的劝你 是吧小姨父 现在梦想成真了 哈哈哈哈 真咋了 哎 小姨父爷爷 你别哭 嗯 咱们聊聊天 聊聊天啊 对对对 给点音乐 给点音乐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点吗 小姨父爷爷 你听我说啊 生活呀 有时不易 保持良好的心态 才最有益 钱乃身外之物 对不对 生带不来 走带不走得玩呀 我现在生不如走 你刚才就是这么劝我的呀 对呀 是 小钱啊 二名啊 你把那玩给我停了 哎 哈哈哈哈 我自从到了这个公司以后 前年罚了我八千 去年罚了我五千 这刚才又罚了我三千 哎 小姨父爷爷 你进步了呀 什么年在递减呢 明年你顶多罚两千 哈哈哈哈 我怎么能整死你 你开关热啦 你真本的 你这只能毫无人 好吧 你不能再转